好我們下午繼續開會 我們先請劉思芳劉委員 謝謝趙偉 我可不可以請一下陸委會的陳明通主委 還有港澳處的杜嘉芬處長 以及移民署的邱風光署長 杜處長 邱署長 請上報告台 委員好 是 主委請教一下 現在的香港人如果要來台灣的相關辦法跟規定 我這邊有一個類別 就是有五類 分別為一親居留、投資移民、創業簽證、應聘居留、技術移民 跟學生來台就學或畢業在台居留這幾種對不對 請教一下他們如果要申請這些相關辦法的話 是不是直接在我們陸委會 在香港的一個辦事單位 可能是中華旅行社來辦理這個入台證 還是要經過我們台灣的審查 我想他進來之後他是不是符合投資移民 我知道我知道 我說審查的時候是不是有陸委會主權責 然後如果通過以後你們才交給移民署在我們的關卡 就是機場或者是說在港口的時候 來確定一下他來台灣居留的一個狀態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一般過去是往上快捐 他就可能就可以進來 但是他要被人存在這裡面 停留比較長的時間 譬如說居留證或工作證 那就需要審查 那審查就要送回台灣來審查 是嗎 那我們現在如果根據這個港澳條例的18條 也就是說也港澳條例的施行細則第25條的話 像昨天蔡總統我特別提到要請行政院成立專案的人道救援 應該是比較是屬於政治類的人道救援 而不是屬於經濟類了對不對 好 但是我們要先就先解決 因為看到政治上這種狀況 在去年的時候是因為所謂的送中條例的關係 所以來台灣的人數增加了 那今年如果增加像今天 香港要通過這樣子的國安法通過之後 來台灣的人數一定會增加 大家增加的狀態 不一定是屬於我們的所謂的人道救援專案 因為人道救援專案可能是像前天 我們看到一大堆所謂的黑名單上面的人士 但是更多的人是沒有辦法過來的 還有另外一個 除了我們香港來台灣以外 香港人來台灣以外 還有現在在香港的台灣人 現在在香港台灣人大概有多少人 七萬五千人 七萬五千人 我聽到了也是八九萬左右 他們如果碰到這個香港國安法 這個所謂的一國兩制徹底破滅的狀態之下 他們如果要回來台灣應該也不會太難是嗎 那國人隨時可以回來 隨時可以回來 但是現在碰到疫情 你要加上這個條件 如果陳時中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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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可以回來 全世界台灣人拿中華民國護照 都可以回來 都沒有任何問題 只是要居家 14天 簡易14天 要14天的隔離 那我就是要請教一下 那如果現在是香港的人 他碰到疫情也好 或是碰到這個國安法的人 要過來台灣的話 我們會不會加一些門檻上去 沒有現在疫情的話 現在香港可以用商務履約的人進來 不然其他的不能 沒有 報告主委 我這邊就有陳情案件 他是一個國際上非常大的一個物流公司的負責人 他已經從一月申請到現在 還是不能進來 那我們要看看 這個最後還要 最後是要請那個 疫情指揮中心來判定 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來問一下移民署 來 署長 我來請教一下 剛剛我舉的這個五六類的 這個來台的這個相關規定 現在除了疫情可以放寬之外 其實我們已經有特殊商務來 我剛剛有跟您提到一個電影明星 叫做黃秋生 你不認識 應該你的屬下可以跟你查一下 他才剛剛結束 在台灣的特殊商務 也是拍完電影已經又回去了 那現在為什麼 他還沒回去 他只是隔離14天 出來了 還在台灣就對了 抱歉 抱歉 那如果同樣的狀況下 我們為什麼不能現在就開放呢 現在台灣的疫情已經比較輕鬆了 蘇長我來請你回答 港澳人士現在只開放 禮約 商務禮約 還有那個企業 跨國企業內部調動 是屬於哪一種 還有港級的配偶 還有衛生年子女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六項條件裡面 沒有半項是可以符合的是嗎 你現在講的是配偶才可以嗎 跟中華民國的這個 國民的配偶才可以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要跟您講一下 萬一 萬一今天通過以後 可能明後天或是下個禮拜 可能香港就要抓人的狀況之下 我們也會碰到 來台灣的時候 就會碰到我們剛剛所講的這些困難 那這怎麼辦 所以可能陸委會有一個頭要兩個大 一個我們碰到疫情的一個門檻 另外一個我們碰到的就是現在 這個六月七號 那個香港國安法他通過 可能他六月的時候 開始要制定這個大法 或是八月施行的這期間 有兩三個月的時間 要我們加快腳步 來加上我們人道救援方案 來一起來處理 所以我想要知道說 我們陸委會 現在組的這個專案小組 在我們的行政單位 會包括哪一些人 還有沒有包括我們自己港澳處 在香港那邊的工作人員 一起來執行這個工作 來主委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香港工作的國人 他隨時可以回來 他是中華民國國民 香港的居民 我知道 香港的居民現在來台灣 香港的居民就是商務理業 跟跨國的商務調動 黃秋生就是因為他來商務理業 對啊 但是剛剛署長跟你講了 你們兩個人的標準不一樣 一樣啊 一樣啊 我們講的是一樣的 同樣的標準 好 那現在如果再加上一個 香港國安法如果通過以後呢 會再增加哪一類的人 可以讓他們過來台灣 哪一類的人 現在疫情指揮中心啊 他是一級開設 當然是以他的為主啊 一級開設是14天的隔離 我現在跟你講說他可以拿到 什麼樣子的簽證來這邊 公委員報告 公委員報告 你開放商務理業跟跨國機業移動 也是他去設定的喔 不是我設定的喔 嗯 所以他那邊放以後才有可能喔 他那邊那邊是哪邊 疫情指揮中心 疫情指揮中心 6月7號是國內的解封 國境風險嚴格管制 還沒有嘛 沒有 是這就是我這樣跟你講的時間差 國內已經解封 但是入出境還沒有解封的狀況之下 如果是拖到八月 香港的國安法八月就開始施行的話 我們的人道救援可能會緩不濟集會不會 我們還是要尊重疫情指揮中心 他一級開設喔 這個一定要尊重他 是所以我要跟你講說 在這個狀態之下 就算我們要執行所謂的人道救援專案的話 在務實的考量之下 也要考慮疫情所帶來的一個困擾 那我們如果可以救護 我們如果可以救護 行有餘力才能夠救人啊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好嗎 好那就繼續加油吧 謝謝 謝謝我們劉委員 謝謝主委 謝謝主委 我們請江啟臣江委員江主席 江啟臣江委員江主席 好謝謝 請主席邀請主委 主委好蔡主委 主委辛苦了 這個 不好意思請教你一個問題 黃之鋒去年來的時候 她有說啊 希望民進黨 她有呼籲民進黨可以制定難民法 然後當時蔡總統是說沒有必要 那你認為呢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因為我們港澳條例就夠了 而且港澳條例從不稱他們為難民 我想我們國民黨過去以來也認為不需要用這個難民法來處理港澳的問題啦 好 那可是呢 民國 這個 96年97年 你應該是主委對不對 對 好 那時候的行政院長是蘇仁昌 副院長是現在蔡總統 當時喔 你們連提兩次難民法 如果 有沒有記錯 是 那民法不一定用在大陸跟用在港澳啊 是全世界的標準啊 因為按照兩公約來啊 所以這問題來了喔 96年97年啊 你們連提過兩次 是行政院版的喔 難民法 而且在這第15條裡面 把大陸地區的人民跟港澳的居民都放進去 準用 不是準用 依本法規定辦理 等於是用準用的 然後 你可以去查一下啦 15條啦 不用跟我辯啦 97年又再提一次 因為戒期的關係 100年 民進黨黨團也提了一次 105年 蕭美琴委員 也又提了一次 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這代表過去 民進黨的立場 包括在當時執政 你們的立場是用難民法來處理的 所以為什麼黃之鋒會說 你們用難民法 希望你們制定難民法 當然它有這個國際的公約之類相關等等的規範 但是兩岸三地特殊的關係嘛 所以我今天想要請教的就是說 是不是現在你們轉彎了 認為說不應該用難民法來處理的 是不是 我跟委員報告 難民法是用外國的 對 所以 兩岸之間不用難民法 那現在的蔡總統不一樣了 他不用難民法 他回到港澳條例嘛 沒錯吧 我們認為港澳條例就已經夠了啦 這個可能不是已經夠了 而是你前後立場不一啦 就是那時候的民進黨 跟現在執政的民進黨 在兩岸國際上面實際上是不一樣的啦 沒有關係 那你回過頭來我們還是給你肯定啦 謝謝委員 不用港澳條例來處理 那再來呢 呃 昨天 你們大大開記者會啦 也說18條已經給你全力了齁 所以 可以不用修法 直接用現在的 行政方法 成立小組來處理吧 對不對 是 那我請教主委喔 這中間喔 其實修法跟不修法有差喔 修法是給你法源 那現在不修法 請問這個小組是由你 陸委會來主導嗎 呃 政府主導 陸委會來跨部會來協調 根據 根據港澳條例第18條 是有法源的 對 港澳條例第18條的法源 其實非常的寬鬆啦 是啊 所以給我們很大的空間 給你很大的空間嘛 但是這裡面不要忘了 相關的入境 相關的這些安置等等的喔 實際上負責比較多的叫內政部 跨部會啊 你包括像那個心靈上的輔導 要衛福部來啊 對 但是大部分是屬於內政部啦 這裡面你的專案小組裡面 要處理的內容 大部分其實都跟難民法裡面 在處理難民的內容差不了多少 可是這裡面負責單位最多的 應該說責任最大叫內政部喔 所以這一個專案 尤其像專案拘留這一些條件的許可啦 進來以後的安置啦 照顧啦 限制啦 甚至撤銷廢止 這都涉及到入出境啦 所以很多實際上是屬於內政部 所以如果 我來修這個法 港澳條例我可以來修 實際上 那這裡面要會同各機關去辦理的 叫內政部 不是你陸委會 陸委會是一個政策決定單位 沒有 跟委員報告 其實 整個陸出境都是在內政部有一個審查委員會嘛 他最不能統合 所以 統合你講對了 所以內政部實際上在統合 因為這裡還有包括治安機關 陸出境這件事情 還有包括到治安機關 以及他的停留的 主委 比如說嘛 現在 你要 比如說讓這一些 因為政治考量進來的 你們早上講 跆拳會跟你講 有很多人 在申請嘛 那這裡面如果申請到像這些勇武者啊 在 在香港當地 假設 我們所了解的是 他過去曾經擁有武器啊 這些等等的 那你要不要進來 你能不能讓他進來 那進來以後怎麼管理 你要不要警察局 要吧 你要不要內政部 要吧 這本來就是跨部會的事情 你陸委會沒有這麼多的人力跟能量嘛 我們陸委會本來就是跨部會協調的單位啊 你們只是協調政策啦 實際上在執行的都要內政部啦 這個是 這一部分當然是內政部 所以我說 你們不修法 我其實蠻納悶的 在這裡面 當然你不修法 可能還涉及到一點 沒有問 就是 你即使是宣華也是內政部啊 不宣華也是內政部啊 沒有啊 你剛剛講是陸委會 你一開始會講 我是你陸委會 你陸委會 在負責整個小組啊 不是嗎 你剛剛是這樣講嘛 那我 這回到我剛剛要另外一個要問的一個問題 一開始蔡總統是說 必要的時候 他會廢止 全部或者部分啦 這一個港澳條例嘛 第60條 對第60條 用第60條嘛 第60條 所以我才說 你這樣子的 沒有講清楚的話 你等於是在切割香港了 那我想請教的是說 容許我說明一下好嗎 等一下 你說明的我聽過了啦 主委我現在只是要問清楚 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你們會啟動第60條 這個你要講清楚 什麼樣的狀況底下啟動60條 還有這個60條 啟動了以後 你要把港澳條例的哪幾條 部分廢止 還是全部廢止 港澳條例 總共62條嘛 這麼大厚厚的 請問你要廢掉 要終止哪幾條 跟委員報告 因為那個很重要 對國安有威脅餘利 要看那個情況 他威脅到什麼程度嘛 對 再來啟動 威脅到什麼程度 然後會終止掉哪幾條 這個應該你們要有準備吧 如果 我們會去評估嘛 如果今天就是 也不是如果啦 今天在投票就通過嘛 那接下來你們的因應呢 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要來中止 港澳條例 或者部分中止 裡面的哪幾條 我覺得這應該要講清楚 因為這裡面 就需要情勢的評估 如果你中止掉全部的話 那其實等於18條也不能用了 對不對 那你如果中止掉第一節 那是交流機構 所以這些機構沒有了 那你要用什麼機構來 那你如果中止掉第二章 入出境管理 那等於入出境 你要以後他就不是用港澳 居民的身份 可能用大陸地區人民 這個完全就不一樣 所以 我質疑的是 當你敢講說我要中止 或者是部分 停止這港澳條例的時候 那代表你有準備 否則你不能亂講 我當然必須對各種情境 設定各種scenario 我當然要有一性的那種 我就是要問你scenario 什麼樣的情境 我剛剛一直講 什麼樣的情境你會整個中止掉 對不對 因為這回到 之前也有人問過 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 是不是等於一國一制 就要看他執行的程度 看執行 可是你們的總統府副秘書長這樣講 那你們的口徑不一樣 早上我也問 那你們外交部長說 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呢 我陸委會是港澳條例的主管機關 那你是國安團的議員吧 是 那你們國安團隊的人 怎麼出來講話都不一樣 口徑都不一樣 我們會去協調 所以之前沒有協調好 也不是 那不然是什麼 對不對 就是沒有協調好嘛 你現在才會去協調嘛 要不然照理講主委 你講的話應該跟那兩個人一樣 他們都是國安團隊的 至少外交部長 外交部長是講 他說可能嘛 可能 因為北京不放棄對台動 當然有這種可能啊 他是講說 當然是有這種可能啊 香港之後 接下來目標就是台灣 他是講得很清楚的 Fox News 可以回去看一下 好不好 這個我們要超前準備啦 就排除啦 我問的這些問題 你們要超前部署我不反對 但是請你把超前部署的工作 很詳細很清楚的做好 然後再對外講 不要還沒有準備好 就出來一直講一直講 那口徑都不一樣啊 對不對 那我們也要拆啊 這樣子的話讓人家覺得 沒有整體的感覺 沒有準備好啦 主委 謝謝委員 謝謝我們江委員 好 接著我們請陳柏惟 陳柏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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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邀請主委 陳柏惟 陳柏惟 委員您好 主委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 我們知道 當年創總統的長有說 部分跟這個全部 聽證 他說如果你有的沒有的變化 在生的時候 那我想要請教 一部分跟全部 你覺得是對的 如果一部分是對一部分 主委是嚴重香港這個政府 這部分 香港什麼 香港政府 政府 剛才有跟我說 譬如說他是鄉書豐民 島主豐民 他就是 對是種豐民 不是 香港政府 因為以前 香港跟澳門這個 管理條例 他處理不是只有 我們跟香港的八線 是 香港的政府 對我們說 在政治意義上 他是第三個 是 他不是跟 中國報告 所以 他的行為 因為以前 他一定 行動 行動 高度 指定 對啦 譬如說 他現在 聽北京的話 對我們的國家安全 有影響的時候 我們 要去考慮 他所做的事 他前面 我們做的事 我們是不是 要 用我們 香港跟 澳門 管理條例來處理 譬如說 我們在那個辦事處 他在這裡設的辦事處 這都要去考慮 要評論 是啦 我了解啦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調整 譬如說 川普總統的法院 就是政治法院嘛 如果你中國 要把香港變成這樣 我台灣跟香港的 這個 對法 有可能改變嘛 意思就是 你要改變 你要跟我們說 這個澳門的過程 我們的中間是什麼 還是說現在保持 沒有確定的空間 這樣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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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做 看他做到哪裡 好了解 這個部分 其實有前例 叫做美國 美國也要在這個 香港人一拜訪之後 提出一個 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那其中一個的特色 第一個是 每一年來 提高報告 那第二個 是總統 還有國務卿民 看相關的法律 那其實他們想到重要的 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這齁 中國說 尷尬內政 其實和外面都沒有關係 就是說 希望說他們可以有一個 真正民主的逃避方式嘛 那我們是不是說 健康站在人民的方向 不一定是透過很多 不一定是透過這個 匆匆啊 或是担伍 我們用鼓勵民主的方式 這是不是 也是很流行 那你一直 一直一直一直 支持香港的 主義民主啊 是 所以 我們有鼓勵 在研究這個法案 因為包括之前的 這個民眾的副秘書長林非凡 或是 當然這有其他的事 來討論過 所以齁 參考看看 這個香港人權民主法 另外要說的是說 我們現在 目前行政部門 專門有這個研究 調查 香港的專制機構 有 我想這方面 老衛會每一個時間 都有出香港政策的報告 好 簡單說 譬如說 我們懷疑有一個香港公司 要投資台灣 有可能有中國的概率 我們懷疑香港的警察 他想要投入的移民 走來台灣 這種事情我們有在調查 這方面我們當然 有這個情形 我們當然有相關的法律來處理 是啊 但是你要看 我去年大規模的這個遊行 加上警察有可能當腳踏的 譬如說台灣自己的就抓不到 要抓香港的不很困難 但是如果這個 香港的警察 我們認為是不歡迎的 人物走來台灣 我們沒有一個調查研究的機構 那這樣我們要怎麼過理這些東西 沒有啦 這國安 國安 提供都一定去處理的 所以國安提供有在看 香港是誰去講 怎麼講 香港警察 這個在說遊行的民眾 所以我們只要對著 醫院是怎麼徑兵 要不要去看 都要考慮看 所以如果看到 市民是警察一個來問 那是這樣 我們沒有在過路的上司 對啊 因為這 這次也沒有槍 香港警察 要來台灣 我們要問去看 要看 要了解看 好 沒關係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的立場是這樣 來 主委你認為 我們現在香港的政策改變之後 當然我知道川普有說到 今年什麼提升40%的香港人 以為是說走來台灣頂頂的方式 但我想要請教 你認為香港政策改變中國共和法通過之後 香港人來台灣的所理會增加還是減少 多減啦 多減增加啦 對 多減 我們要拋開來是所謂的 我們要看 當然這看我們社會有什麼行修的 你看這真心 當然是你有一個方向 你認為來的人所的政策和減少 我們的問題可好看是所謂的 我說幾減也幾減會的一些人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準備 但是我們社會本身有什麼行修的量到多少 這個能力到多少我們來平衡啊 我的立場是這樣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不是全部都收 也是希望收到我們一直的民主自由相關的人材 所以如果如果這個中國真正把香港所謂 還是暗河當時 其實我們應該要慢慢減香港人的議民 我們的這個方式 到底是譬如說 今天有辦法來打團出事的 還是說這個島主議議民 賺六百萬以上以下 他是什麼情況的 因為現在中國如果如果全民信頭 蓋入香港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打團香港每一個人 白後來台灣有什麼目的前提之下 我們沒有辦法打團 不好一群頭放太多人 這樣這樣 這是我的立場啦 我知道 參考看看 不是說來計算42%很爽耶 其實不是 代表來什麼真的沒人知道 是啊 好 我們要來思考我們這個小的 有辦法先收這個capacity 好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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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委員 謝謝主委 接著我們請陳焦華總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主委 陳主委 陳主委 委員好 主委你好 我在這個禮拜一本來要跟那個陸委會提一個那個臨時提案 但是你沒有去財政委員會 所以 後來那個提案也沒有提了 不用提了 因為陸委會現在已經總統請那個陸委會來負責整合各個部會來負責 就是針對港人來台的這些照顧工作 所以本席也感到非常開心 那我們知道就是主委現在要負責在行政院之下組個專案 來朝居留安置照顧三大目標著手 那本席這邊提醒就是說 因為很多港人他們對台灣的這些在地的語言他們比較不熟 所以是不是在未來的這個居留照顧安置的這方面 能夠讓這個地方政府開設一些在地語言學習課程 讓這些來台的港人可以多多快速的進入我們的生活 好可以齁 謝謝委員的建議 可以齁 謝謝委員先生 下一個齁 那再來就是剛剛有提到的就是說 是不是要符合濫民法齁 才能夠做好這個居留安置照顧 我們知道在港澳條例第13條 就是在香港這邊 港人如果來台可以准用就業服務法第五章到第七章 那我們知道就是可以准用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一條 所以現在就是說陸委會來整合相關部會來照顧這些居留安置照顧 我們已經有就業服務法五十一條可以來照顧這些居民 因為在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一條就有明定就是說 獲准居留之難民就是這些來港的 這些港人來台的就是可以遵照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來做這個照顧的工作 所以我想在相關的這個 我們未來讓他們可以來這邊就業 就有法源了 就有法源下一張 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知道 港版的國安法其實 他不只是對港人 他對這個所謂要懲治外國或境外勢力利用香港 進行分裂顛覆滲滲透破壞 這些相關的這些恐嚇性的 其實也會威脅到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這些國人 所以目前我們知道在過往就有所謂101大樓這邊 西門町 台大體育館外 還有一些在機場 在零容機 對零容機 對零容機撲漆 對核運師撲漆 這些一些組織團體 他們做的這些暴力的行為 那不知道主委未來就是說 因為透過中共所通過的這個港版國安法 會不會未來對我們的威脅會更多 未來這些破壞活動又會增加 那怎麼樣 陸委會怎麼樣來處理未來可能的這些可能的一些威脅 那是不是要將內政部警政署這邊要更積極來做因應的 我們這個小組本身就是一個跨部會的協調 我們一起會一起來努力 好 那本席就是藉由這個機會就是提醒就是說 未來透過港版的國安法 我們國人其實不只是港人 大家也都要非常的這個小心 可能會面臨一些一些威脅 是的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我們陳委員 接著我們請高嘉瑜高委員 高嘉瑜高嘉瑜不在 高宏安高委員 剛剛不是有來嗎 高委員 高宏安委員 好 謝謝主席喔 有請我們的陳主委 陳主委 委員好 是 陳主委好 其實目前的話其實今天早上到現在其實非常多的委員都相當關心我們台灣跟這個香港的部分 我們到底應該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跟立場 那我們應該要更積極的作為 那首先的話當然還是想要跟您 就教了一下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我們的這個 陸委會的報告 業務報告還有法務部的業務報告 那尤其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成立了我們的所謂的專案小組 好 那這專案小組裡面有講到說 我們這個陸委會這邊有提到有四大的這個政府政策的立場跟作為 那因為本席念完這個報告之後是有幾個比較不太理解的地方 所以今天想說來跟主委就叫一下 首先第一個是說呢 我們今天看到蔡總統當然臉書上面提到是說 我們要跟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但是呢後面提到的是 考慮要啟動我們港澳關係條例的第60條 那這個當然我今天聽到很多委員都有提到這個疑問 那這部分呢當然我們相信是說 呃您可能也認同是說 可能動用這個第60條他其實並不是我們現在目前這個小組 會去真的照著蔡總統這個臉書所做的作為 您今天所有的發言應該都是這樣的基調對吧 我們兩條腿走路啦 對於香港的人民齁 那如果是因為政治理由希望到台灣來的話 那是港澳條例第18條 是 但是對於港府本身 如果他降低了他的高度自治 降低了他的autonomy 然後他徵照北京的這種國安法來實施 那對我們國家安全有威脅的時候 那我們當然要啟動一些評估的 還是會啟動這個第60條的停止一步或全部實用的挑戰 最主要還是要評估看他到底落實到什麼程度啦 對那因為如果說我們今天 一個是對香港人民一個是對香港政府 這是兩條腿走路 兩條腿走路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把這個港人的這個特殊待遇取消的話 那現在台灣跟港人的來往 就不會是照這個我們講的這個 可能這個關係條例 他可能就會造成我們目前有很多香港人他在台灣的 不管是求學或者是說他可能有一些移民上面 他的困難度會增加 這個我相信就是今天很多委員也都有關心到的問題 那您也有提到說會盡快 剛剛有聽到好幾種答案有的是說一星期內 有的是說比你想像中的更快 對那這部分就是真的期待您 因為我想很多委員問都問不出答案啦 那希望主委可以盡快能夠讓大家都能夠了解 未來我們跟香港這個關係在這個小組的運作之下 怎麼樣能夠幫助他們 可以在這個部分不要有受到一些 可能有一些問題啊或者是等等 就是說這個法律停用之後 那當然還有一個就是說我們剛剛 沒有法律停用啦 就是未來如果今天真的走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18條不是法律停用的問題 喔不是我們講的 剛剛講的是60條 如果60條停用的時候 60條再看嘛 他立法以後他怎麼執行在 對那就是如果今天我們引用18條 那當然18條有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 那這樣今天講到 剛剛講到這個陸委會的業務報告 裡面有講到幾點我特別覺得比較特別的是說 我國家安全及人民利益不受損 還更是要監督北京對香港50年不變 就是讓我覺得很好奇的是說 台灣我們是現在政府政策立場做為 是要監督北京對香港的承諾 然後第二個是說總統的臉書的談話 並非是要放棄香港 而是要讓北京知道後果極其嚴重 最後一個問題就想問一下主委喔 您覺得今天蔡總統這樣的一個臉書的談話 是真的有辦法讓北京知道這個後果很嚴重 你們是想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嗎 跟委員報告 香港的高度自治 在我們的法律架構之下 把香港在政治上看成第三地 就是因為中英聯合聲明 那麼國際社會也肯認 當初的鄧小平所答應的香港的高度自治 今天你北京取消了香港的高度自治的時候 我們當然必須有應對措施 我們不願意見到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總統一先 告訴北京你這樣做 但是我想當然時間也不夠 就是說台灣其實今天我們的立場 應該不是要去監督北京對香港的這個承諾 這個用語上面來講 我覺得這業務報告確實是讓人覺得有點驚訝 就是說怎麼會用到這個字眼 那第二個當然您剛剛提到的是說 所以蔡總統的臉書談話 是要讓北京知道這個後果很嚴重 那這個我想對於這個臉書的文章 我是看不太出來是怎麼樣有這個效果存在 那也許就是您可以再說明一下是在哪個部分有到這個 比較讓北京可以感覺到這個情勢有在惡化 然後後果很嚴重 所以可以遏止他們對香港的這個人民上面的一些作為嗎 因為如果你的高度知識下降 而且你在執行在國安議題上執行北京的抑制的時候 那我們當然要去考慮 不再把你當成這個在政治上看成第三地啊 這些我們都必須預先去評估啊 只是讓北京知道 香港的高度知識不是只有你賦予的 香港的高度知識是國際上肯認的 你今天把它取消的時候 包括台灣在內的話 我要不要給你對你港府在政治上看成是第三地 我們必須去思考啊 好我其實是覺得說其實今天業務報告裡面 所寫到的這幾點的話 其實真的對照於總統的臉書 確實是沒有感受到您剛剛所提到的這個部分啦 因為講到就是說可能降低自治的這個高度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有什麼一些相對應的作為 可能在總統的臉書上面 或者是現在目前我們在報告裡看到 確實是還沒有這樣感受到這麼積極的作為 也許剛剛主委的這段話 可能還比較適合作為總統這個臉書裡面的內容啦 所以在這邊的話可能希望還是 最後還是希望說陸委會可以盡快的就是說 在剛剛講的比我們想像更快的這個速度 還有比我們想像更多的人數的這個究極的部分 希望能夠更積極的作為 謝謝主委謝謝 謝謝謝謝委員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高委員 謝謝陳主委 謝謝我們高委員 接著我們請林文睿林委員 林文睿林委員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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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我們當主委你也都非常熟悉 不管是法律民或交流上也都說得很清楚 議員不敢陷 我個人關心的是因為那些都不發生 我們是大家現在最能超前部署 不過我比較關心的是我們跟香港 我們不管這個經濟文化教育和觀光 國民這都非常密切 有更 港版國安法如果真的入法 我是覺得說相信在政治方面 我們陸委會你們絕對有的領領也會地費去應對 但是在人民的交流部分 尤其經貿方面文化中中教育交流部分 我們也是要超前部署 是 就是說我們不能因為港版國安法之後 讓我們的國人在所有交流活動裡面去受到任何去誤觸他們的心 有更有完成的國安法 是啊 所以說我們在他們如果確定以後 本身是希望說我們努力會 我們可以提早 把應該要注意的這些事情 把我們的國人很相信 讓他們了解 我們不要去誤觸到他們的國安法 是 因為 我們台灣人都很善良 有時候這個 政治方面比較不清楚 在台灣說話的言論主要有關係 今天如果說話 我是沒有 是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應該要入委會的時候 如果 他真的入法 當然你要看他 未來 到什麼程度 我們要提早 把國人說明說 要 我們 後來去香港 行政是惡門 我們 在我們的言語跟行為上 什麼都可以做什麼都可以做 要謹慎 對 要謹慎他對 這樣 這是 我今天想要 提醒一下 我們來提醒 我們去香港 言語行動 要謹慎 因為 它有審判的公安法 香港的政府 要提醒到什麼程度 要注意 要提供 這方面我們會發行 一些 這個 注意的行動 讓我們人去香港的時候 提醒他們來注意 譬如我們 我們的國旗 在那裏 可以這樣 搖搖搖搖 那 以前可能沒有事情 你 在香港的吊警令 每一年 他們也都要插 我們的 中華民國國旗 現在你 國安法通過之後 我們人可以審 我們的旗子去 他的旗頭 這樣贏 那可能沒有出事 所以這要提醒 我們人 去香港 他後 要更謹慎 這是最重要的 謝謝 委員的高見 謝謝 因為 政治方面 你們有辦法解決 但是 我們國人 就是說 這方面 要讓人休心注意 要謹慎 要謹慎 好 我問這樣 春的老師 要不要致命 請你打碰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林委員 請 湯惠貞 湯委員 好 主席 我們 還那個 我們 部委會 我們的主委 曾主委 以及各位 各位主管 大家好 主委請 上報告台 謝謝 委員好 主委辛苦了 那個 謝謝委員 因為自從 在去年 反送中 以後呢 其實國人對 這個 海峽兩岸的問題 大家都在關注喔 那 我們 陸委會也曾經 調查過 整個國人 對於 這個兩岸的問題 支持台灣的部分 也很明確的表達 大多數的意見 那 昨天 我們參加那個 台商座談會 那當然從 台商的會長裡面 有聽到說 呃 在上一次 我們總統 就職的時候 說 要保持現狀 他們現在還一直 認為 保持現狀就沒問題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看起來 台海兩岸的問題 這個情勢很複雜 那 發生 當然香港也是 呃 等於說在 九七以後 回歸 中國 那麼他保持五十年的 呃 這樣的一個自治 不便 但是 這個 呃 才經過二十幾年 當然 已經在表示 呃 要慢慢變成 這個 不是一國兩制了 把一國兩制的問題 慢慢 這個要調整 變成 這個 一國一制了 那 過去我們 呃 在 這個 四年來 我們總統說 要盡力維持兩岸 和平穩定 希望能夠與對岸 哦 就展開對話 呃 我想這一次應該是 慢慢的積極表達 我們的立場 呃 重申 這個八個字 那也 也說 不接受 北京當局的一國兩制 哦 矮化台灣 破壞台海的現狀 哦 我想這一個 就講得非常明白 那 那我們自己站穩立場 但是 我們沒有辦法 跟他找到一個對口 現在 台商他 因為 呃 長年要在 這個大陸經商 他們感受的壓力很大 我們可以 可想而知啊 那請 主委分析一下 這個台商 能不能 領受到 我們總統 他所說的話 我想 嗯 昨天的座談會 其實很多台商都了解啦 齁 那個 我們 呃 呃 高委 那個 陳委員 他主持 那經過我們說明 那台商也相信蔡政府的誠意啦 齁 其實過去四年我們秉持的不挑釁 齁 他自己來證明嘛 那今天改變現狀 大家看得很清楚 是北京嘛 不管是 2019年的1月2號的習武條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那今天強加在香港人身上的國安法 這些都是 呃 全世界有所公平嘛 改變現狀的是北京嘛 努力維持現狀的是我們嘛 我們是按照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失誤嘛 啊 我們呃 非常的穩 我們希望 我們能夠啊 維持台海的和平 啊 能夠擴大這個交流對話嘛 這是一萬的政策啦 但是很多事情 要雙方面互相啦 啊 他不跟我們互相 喔 那 我們要 呃 建構我們的國家安全網 來面對北京的改變現狀嘛 所以 港澳條例六十條也 授權給我們 當北京 啊 的意志 貫穿在香港 香港的高度自治的自主性下降的時候 含金量下降的時候 危機到我們國家安全的時候 我們當然 法律已經授權給我們一定的處置嘛 這些我們都必須去評估 去瞭解 啊 啊 我們很不願看到這個事實啦 喔 我們真的不願看到這種情形 但是改變現狀的 是北京 不是我們 在維護現狀 努力維護台海和平的 是我們 這個我想 全世界都瞭解 國人同胞也了解啦 所以才給我們八百一十七萬的選票 來做這個事實來證明嘛 對 主委說八百一十七萬的國民 在 等於說公民在支持 我們小英總統 那 當然 我們現在是 全球來講 是數一數二的模範生了 那 當然 我覺得我們還是用 善的力量 在做人道的救援 那 這次 中國強行推動港版的國安法 其實昨天應該是為 應該是國歌條例的問題 有一些暴動 及取締 那我想 已經也讓我們這邊感受到 風雨欲來 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那 這個 請問 主委 為什麼這個時候中國會強行推動 我想 當然我們各種方面評估啦 那我覺得它的內部需要比較明顯 可能有很多因素 但是它內部需要確實是比較明顯 因為 不管是在中美貿易戰爭 不管是在疫情的等等 這些 其實 對 北京當局有很大的壓力 他必須 尋求內部的團結 那 這個情況之下 那 可能 他對於香港 很早以前 他就定調那是 香港這些是 緩衝衝是一個顏色革命 會影響到他的政權的存亡 所以他現在很快速的出手 要來處理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覺得這個基本上 北京的這種思維是 是活在一個平行空間 香港我們認為他的 這些抗爭是因為你香港過去 答應人家雙普選 你答應人家雙普選 結果雙普選 特首的普選 立法會的普選 你答應人家 在一定的時間答應人家 要雙普選 2007年 結果現在 2020年了 這都黃掉了 但是香港人民在爭取你過去答應人家的東西 不是要影響你的 共產政權的存亡 可是你把它錯誤解讀說 人家爭取你 原來答應人家的東西 那麼 你把它認為是要影響北京的這種政權 我覺得這種錯誤解讀 一連串錯誤解讀 才造成今天這樣子 一個結果 是 那中共 中共十三大 你明明你答應人家 要給人 是了解 要信人 答應人家 比較欠欠人 最主要我覺得香港人民的抗爭 最正義說 你明明答應我的東西 你黃掉了 這個民主 我們現在有一句話 就答應人家 比較欠欠人 他在民主生活環境中 他無法接受 那因為今天 中共十三大 他們今天會表決 我想那個 表決一定會影響到 我們那個未來 香港的這個情勢 所以我們是不是 針對我們政治因素 來請求救援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要先了解 未來如果真的需要我們 台灣做政治庇護的時候 申請的條件為何 管道為何 如何分流 然後我想救援的一些機制 可能就要先 先理出來 這是我們行動小組所要做的事情 對對對 我想這個都要準備了 是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我們 湯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孔文吉孔委員 市民主委 先駱長 這次是美國時報 頭版頭條 這個是外交部長接受美國福斯電視台訪問 他說 港版國安法今將通過 吳釗燮已出驚人 大陸下一步恐對台動武 您對外交部長這樣的一個訪問 你自己怎麼樣解讀 我講我們是國安團隊的一個團嘛 他講的是恐就是可能嘛 但是他說動武 對台動武 北京從來沒有放棄對台動武 這個反民內國家還設定三個條件 要對台動武 據了解最近他要充實他那個三個條件 比如說所謂的和平統一的希望 沒有的上市的時候 那他就要動武 據我們了解他可能要預告 再增加那裡面的內容 什麼是這個和平統一的希望沒有 所以在吳部長這樣提出的一個市警 這個我們是認同的 因為他講的是可能 你認為現在兩岸的關係 已經到了建拔奴章的地步嗎 不是啦 現在改變現狀的是北京嘛 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剛剛也聽到 這對香港 他在改變這個 那因為他從來不放棄武力對台嘛 所以我們當然要有超前部署啊 我們要料敵重寬啊 那主委 那我們要怎麼樣化解這樣的一個緊張的關係 現在美國跟中國也是非常緊張 為了中美貿易戰 為了疫情 那台灣跟大陸也這麼緊張 那你覺得有什麼方式可以化解這種緊張的關係 那第一是嗎 一向我們的政策很一致嘛 我們從來不挑釁嘛 那當然我們必須去呼籲他啦 那這個 跳灘口要兩方了啦 那我們盡量我們可能能力 但是 但是我們講這個 公道自在人心啦 我現在講一個齁 給主委做一個參考 在馬錫會的時候 不是說建立兩岸的熱線機制嗎 那熱線機制可以是 可以是你跟 國台辦主任的關係 也可以是 習近平跟蔡英文的關係 那我們這個熱線機制 有沒有可能 建立起來 那個熱線一直在 只是沒有洞而已啊 那你有沒有 有沒有 那個電話在我桌上啊 有沒有直通管道 有沒有直通管道 電話在我辦公桌上啊 那你也可以打電話嗎 你可以打電話給 我想這種事情 要好兇啦 我知道啊 要兩岸熱線機制 反而更重要啦 齁 每個大家 這個 我跟委員 包括那個 我一上任那個 那個熱線那個電話 就在那裡啊 同學跟我講說 那個原來建立的熱線 就在那裡啊 那你是等 你是等他們打電話給你 還是你可以打電話給他 你要不要通電話雙方啦 好兇啦 好那個主委 港澳條例齁 這個是做我們台灣跟香港澳門 之間的一個法律的基礎 那第六十條咧 啊 因為蔡總統已經講了 可以如果 香港或澳門情況發生變化的話 也可以 一步或全部的適用啊 也可以 停止一步或全部的適用 那現在 昨天蔡英文總統的講話 是 可能要適用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蔡英文總統又講了 要成立一個 香港人道援助行動專案 對不對 那援助行動專案 你早上有講啊 這個專案有四個原則 包含政府主導 陸委會跨部會的整合 還有執行整合跨部門公司協力 政府編列預算等等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可能要面對的就是 香港 我們會 可以未來可不可以收容政治難民 這個小組會整個去處理啦 就因為香港這個他 這個移民法 可能也要修 就收容香港的政治難民 因為他現在是用兩岸 兩岸這個關係條例嘛 不是是港澳條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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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兩岸關係條例 沒有我們是港澳條例 而且我建議委員不要講政治難民 你講那個難民兩個字 但香港人啊 心裡很深 沒有那我應該要講什麼 我們港澳條例 這個裡面從來沒有一個字叫難民 因為政治旅遊啊 上次這個對他的自由有危險的人 他想到這邊來 我們要給他協助 好 我想請教主委 到目前為止 香港 有想移民到台灣的有幾件 我想這個比例最節節上升啊 剛剛早上也有 現在有 報告的統計施助啦 二十幾件嗎 不是啦 那是因為政治旅遊而來的 對那是政治旅遊嘛 我講的是這個這方面的 政治旅遊 就是他整個數據 你報紙看到了 那是這個人人團體 他所掌握的是二十幾個 但是管道不只有他啦 還有其他的團體啦 這不便多說啦 我希望我們兩岸的關係啊 能夠是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要不越不越 我們台灣也不要 也不要拉美抗中 什麼都不要 我們要把大陸呢 我不建議委員做這些解讀啦 這些都是 這個不是一個精確的解讀啦 那你說台灣 我們過去四年也不挑釁嘛 對啊 過去四年不挑釁 那現在這個改變現狀的 你說是大陸那一方嗎 是啊 這是有目共睹的啊 對 但是我看這樣的情況的發展啊 對兩岸還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熱線的機制齁 是 這個非常重要 你剛好前面就有個電話 你一通電話就可以把這兩岸關係 換個了 雙方要好兇 不能突襲啦 雙方要好兇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我們董委員 謝謝我們陳主委 我們請 接著我們請 林俊憲林委員 林俊憲林俊憲不在 邱顯濟邱委員 邱顯治邱委員 邱顯治邱顯治不在 陳雪昕陳委員 陳雪昕附委員 陳雪昇不在 趙天靈趙委員 趙天靈趙天靈不在 六丸椛延委員 六丸椛委員 六丸層 六丸imana pandemic 陳後珀陳委員 陳後珀 不在 何欣存何委員 何欣存何欣存不在 ifter已性成委員 不在 林葳周林委員 林葳周不在 江永昌江委員 謝謝主席 請入委會主委 主委 情勢呸變這麼緊湊 你有沒有一心二用 港版的國安法剛剛在人大通過了 你掌握多少 贊成2878票 反對1票7全6票 那你覺得反對會是誰 會知道嗎 再次了解吧 他會公布嗎 你的情報有做到這麼厲害嗎 我想他應該是秘密投票 你只能在這裡備詢 那你知道 從草案到制定有沒有通過 那有沒有改裡面相關的內容 已經委員比我們更先知道了 你不能看我這個嘛 我現在就是在考你而已啦 我不要神通廣大啦 我在這裡我不要神通廣大啦 所以我也提醒你 就是說 今天大家在這裡問你其實 更應該給你更多的時間 趕快去關注 謝謝委員 但是他這個是原則性的啦 到時候他授權常委會 會出什麼樣的一個法律的一些執行 的一些層面 更值得我們很高度的關注啦 那我要問呢 總統啊 本來臉書說了這個 港版關係條例60條 引起大家的一些 正面或負面的解讀 但昨天又公開表示行政院要成立這個香港人道救援的這個專案小組 我要問齁 你自己在報告裡面寫 這個救援小組或你接下來的這些所有的措施 都是基於現有之基礎 那現有的基礎是什麼 港澳條例第18條 喔 就以這個為法律基礎 我還差點還以為你會講 是香港跟台灣人民感情的基礎 那如果是以港澳關係條例為基礎 我講的是法律基礎啦 這是法律基礎 那大家對他都聽到了 這一碼歸一碼啦 待會我最後會講到毛頓的地方 但是我們稱香港的自由 人民自由 爭自由民主 這個心情是一致的啦 心情是一致的 你剛剛講說兩條路 兩條腿走路啦 兩條腿一個是對香港政府嘛 一個是對香港人民嘛 對香港人民我們是主動 對香港政府 因為他看北京政府是被動 兩條腿一條聽自己的 一條被破的 會走得好嗎 不是啦 好 沒關係 你可以解釋 因為來就是要問你 我先問喔 如果是基於法律基礎 港澳關係條例 那麼成立的人到救援小組 會不會打破或涉入 或去主導現在你跟移民署的這個 對於出入境 有關於政治或自由受破壞的人士的一個審查 將來誰主導 我們是統合 如果會是一個統合機關嘛 當然是把他整個統合進來啊 好 大家一起協商啊 是是是 這五是一體的啦 好 所以這個小組就會對 所有出入境這當中 去做相關這些事物的 不要說介入啦 幫助可以啦 但是其實在港澳關係條例當中有沒有 他不只是入出境 停留 居留 定居 他還包括 經貿 交通 行事 民事 經貿的部分我就想問一下 現在港澳條例35條 禁止港澳資金進出台灣 那你會不會在這條上做出什麼行為 會怎麼做 你看美國嘛 美國現在已經偏偏宣佈說香港失去高度的自治 然後不再符合特殊的待遇 那台灣怎麼看 這次我們必須來去評估啦 以前我們這個港澳是比較外資的嘛 那現在在國安法實施之後 那麼港澳本身它含中澳的成分是不是越來越高了 我們事實能夠再把它比照成外資 這東西都要來檢討評估 那這一條聽起來是要收緊喔 聽起來是要收緊 不是放寬喔 我一直聽啦 有關於那邊的人要過來是放寬 現在聽到他們的資金 因為他不只人要走 他資金也要走 我們要評估啊 我們要評估 評估 那另外 不只是香港的人香港的資金 台灣的人在香港 台灣的資金在香港 我就跟你講 光是金融業 保險銀行正期 在那裡曝顯的金額就將近一兆 這你怎麼看 而且喔 台灣的金融業啊 尤其本國銀行啊 海外的總獲利有一半啊 有一半喔 是在香港 我當然要呼籲他們 要很審慎 看著現在的脈動 你呼籲他們要很審慎 你要呼籲他們回來嗎 其實也包括說 台灣本國銀行在海外社分支機構 都在港澳關係條例當中 這是有相關的規定耶 我問金融會他會提你的啊 我們會提醒整個國人去了解啊 但是你知道我們是一個自由市場 你放心啦這些生意人比我們更 國外面積慮啦 你說我們是自由市場 我們有多高度的自由 我們的金融沒管制嗎 不是啦 任何自由市場對金融當然也有管制 是啊是啊 那金融的管制會不會對政治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一方面 對於這些銀行戒者 他們本身就他行業所面臨的風險的評估 會比我們更sensitive嘛 但是我們也要提醒說整個客觀情勢改變了 那提醒他們 他們 因為他比我們更加蜆蜜蜜啦 是他比較蜆蜜蜜 但是他蜆蜜蜜蜜蜜蜜他也會看 今天喔 剛剛移民署剛剛法務部都在問 都聽你陸委會是老大啦 尤其到時候你的那個專案小組 你不動大家不動啦 你動的時候大家才會萬頭專動 一定是聽你的嘛 他哪有什麼高度的自由 那個援助小組是針對政治理由想來的人啦 這支影響最大 政治影響經濟影響金融影響一切啊 對不對 不不 主委我用一句話做結尾就是說 你那個兩條腿喔 我本來想說今天趕快讓你先休息趕快去因應 可是後來聽到之後 我還是想說要來跟你講一下 為什麼 因為在港交關係條例總共60條 裡面喔 就只有60條這一條是對香港政府 其他幾乎59條啦 包括設辦事處民間那些 都是對人民啦 所以當我們在做人道救援專案小組 事實上很有可能 我們對原有的條例 底下的這些施營細則 會可能要把它放寬寬鬆 可是我們為了為了港版的國安法會影響到台灣的國安 我們又要對北京政府對香港政府對他禁告 又想去動用60條去停用一部分的這個條例 這兩個剛好有一點矛盾你看出來沒有 七扁對人民要放寬 這邊對港府要收限 這兩個有點衝突 那我其實解答也有啦 60條當中有沒有 就是說如果沒有法律的時候 會回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或者令定法律 責任都調到立法院來了 前幾天聽都說 兩個副秘書長去我們財政委員會都說 尊重立法院尊重立法院 不是不是不是 長期的因素可能立法院立委來提案 這個短期的緊急的國安的還是需要靠你們 這兩條有矛盾就看你們怎麼樣化解這個危機 是是是謝謝委員 謝謝齁 謝謝齁 謝謝我們江委員齁 這個 李玉玲 李委員 李玉玲 李玉玲不在 呃 賴香玲 賴雲 賴雲 謝謝主席 因為那個 呃 主委比較辛苦齁 我們請署長 邱署長 是 好 署長我想呃 今天一整天的質詢喔 大部分人都是沿用移民署提供的資料喔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在近五年香港居民的這個 許可呃 就有人數的統計喔 到去年是五千多人喔 那最高是一百零四年 那我們也看到今年一到四月份呢 是兩千三百多人喔 如果跟去年同期比的話 也超過一千多人喔 所以形式上我們可以看到 去年從返送中之後 確實在呃 香港到台灣來的這個 居留人數的這個申請也好 投資移民也好 大概都是攀升的 那我是想救教您喔 就是說在港澳條例裡面呢 能夠讓這個居民喔 香港居民們呢 能夠來申請的部分 其實主要條文並不是十八條 大概是十一條 這你認同嗎 你們的十一條裡面喔 可以把這個 在私情細則裡面 相關的這個規定喔 提出了十六款喔 十六款喔 那現在就是說 對於我們在 某法裡面的十一條是說 你們香港或澳門居民 經許可進入台灣 那內政部會定一個 許可辦法 這個許可辦法裡面呢 一共有十六個條款裡面 其中有第十八條的部分 是訂在第十一條 十一款裡面喔 所以我要就叫這個 邱署長 在以一百零八年為例 五千八百五十八位的 這個申請許可人數裡面 有幾位是用 第十六條 十一款裡面的是 本法第十八條 所通過審核 而這個得到拘留的 有嗎 各位報告目前沒有 是 就是因為沒有 所以我想 非常多辦公室這兩天 去跟您這邊 或者是跟陸委會 要調資料的時候 發現其實並沒有 一個都沒有透過十八條 能夠申請這樣的一個 庇護也好 政治上的庇護的這個 引進的審核也好 都沒有 所以我們才會在之前 提出修正的一個法條 十八條 能夠讓它的程序透明 它的法制制度 可以嚴謹的透過 不管陸委會或移民署 來組成專案小組審核 那早上也聽到署長說 如果萬一香港的居民 在這次抗爭中的人 留有案底 可能是丟手榴彈的 可能是在街上燒車的 這些有案底的人 下一次如果申請進來的時候 請問你可以讓他們進來嗎 你的審核機制是什麼 是 跟那個委員報告 這個是 跨機關聯審的 一個體制 那英明屬是把關者 因為你們是國家 國境裡面的把關者 是 也是參與的一份子 是 但是 我想說 我時間有限 我先看下一張 已經 都已經說 一個禮拜要把這個 救援人道的這個專案小組組成 包括預算 包括人員組成 包括整個SOP 可是 您現在這樣回答 我很憂心 馬上就有可能 有一些人 開始要申請 透過你講的 救援小組 而不是透過18條修法 因為現在陳主委 是信誓旦旦 不應該修 也來不及修 所以我們寄望的這個審核小組 到底有沒有要點 有沒有審查的這個組成 包括專案的這個人力是誰 您剛說 如果你只是其中一份子 我真的非常憂慮 那再來就是說 總體上來看 我們講這一次的稱香港 台灣一定要稱出一個 不一樣的過去 為什麼 因為台 這個吳釗燮這個外長 我們的外交部長已經講了 下一個就是台灣 所以此時守住的時候 是在法治建制上 我們就跟中國不同 跟香港不同 所以為什麼在這裡 不趕快啟動修法 我是很誠摯 希望陳主委 不要把這條路給停了 第二個 專案要做出個目標 就是你們的 融流的相關的人數 配置的這個民間的機制 以及區域的這個暫時 不管用就業或就學的管道 是不是可以更透明 空開一點 因為我相信非常多 民間的力量想要幫忙 可是此時看起來的是 沒有辦法跟政府 手牽手的一個機制 這個專案我認為 跟過去 大家會批評的事情 我希望不要再重蹈覆轍 可以嗎 請書長這邊多努力 是的 好 謝謝 謝謝我們賴委員 你回答賴委員說沒有 早上陳主委說 20個以上耶 那個人嘛 人數 這個怎麼不一樣呢 沒關係 請回座 沒關係 這個 什麼回答不一樣 還有 還有人嗎 那個 劉兆豪劉委員 劉兆豪劉兆不在 鄭運鵬政委員 鄭運鵬不在 還有嗎 沒有了 OK 好 那個 那個 江永燦委員還在 江永燦委員說 問什麼都是問陸委會的 陸委會我們問他 他說問貴福部 好 這個 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 除不在場外 其餘今已發言完畢 巡查結束 委員林楚英 趙天明 林文瑞 委員 所提書面質詢 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 相關機關 另以書面答覆 本陸委員所提質詢 未及答覆部分 一請一併書面答覆 好 那現在我們處於這個 討論事項 上午已經先讀過了 就是 早上的討論事項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陸委會的 預算 請問各位委員 有沒有意見 對於這個 陸委會這個 預算 就是解凍 沒有齁 陸委會 我們內政會 對你殷切期許 你看 要加油 如果沒有 謝謝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就主意動施 提拔議員會 那 現在處理臨時提案共一案 請宣讀 委員張吉露等 等五人提案 針對蔡英文總統宣稱與蘇貞昌行政院長討論並達成共識 由行政院主專案 針對香港提出人道救援的行動方案 後續將來陸委會負責規劃 跨部門協調 執行專案以及盤整相關資源 對港人居留安置照顧 進行完整規劃 包括預算的匡定以及協助機制的明確化等 南港人居留安置照顧等措施 人權團體及教員組織進行行政 審查及專案執行盤整支援等措施 並請入委會每個月提出書面報告說明 規劃狀況 執行進度以精進作為 宣傳畢 這個提案根據這個剛剛我們提案委員跟陸委會 溝通的結果改了一些字 就是見請相關機制 將民間人權團體納入諮詢協助專案執行 然後每個月改成每六個月 這樣可以嗎六個月會不會太久 三個月好不好 美季好美季好美季可以 美季好美季可以四個月 美季是三個月三個月三個月 三個月就美季 美季提出書面報告 說明執行情形 這樣簡單說明執行情形 各位有沒有意見 有一個括字 匡定方家木字旁 沒有意見就這樣通過 好各位辛苦 本會期委員會 還有本次會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謝謝上會 Danke 恭喜 gave you who guy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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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就好啦 等下,不然等下,趕到人家就起啦